畫個簡單的圖 畫個簡單的圖的話 游標記得把它放在這一個 樞紐分析表上方 然後請你找到這邊有一道樞紐分析表分析有沒有 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的一個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就可以 這個東西 或者如果你沒有找到樞紐分析表 其實你插入圖表也可以 其實插入圖表也是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只是一般習慣樞紐分析表會配合樞紐分析圖 那我們就來試著做做看 很簡單 你只要找到功能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就會出現你要的圖了 其中當然最簡單就是直條圖 預設不要改 你按個確定 有沒有 馬上就會有一個結果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哪個年次佔比最多的 然後你說老師 那如果這個佔比好像感覺 它只是數量的呈現 如果我今天不要凸顯 凸顯的是佔比多少的話 那其實甚至你還可以在旁邊怎麼樣 再畫一個所謂的佔比的話用圓形圖 所以你旁邊一樣可以怎麼樣 再插入一個圖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圖有沒有 再把那個什麼圓形圖有沒有 找到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除了數量之外 你還可以呈現什麼 呈現它的佔比 不過這個佔比好像有點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 有佔比 但是問題你變成要自己看這個佔比是哪一個 像這個的話 最多好像是這個吧 70到79 你可能要自己看這個圖例啦 可是一般 最好是在上面有個標籤 直接告訴我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這個上面加標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就有所謂的新增資料標籤 然後資料標籤裡面還有一個新增資料 它變成要自己加標籤 所以比較麻煩 理論上應該這邊有個新增圖說文字比較簡單 可能是應該放不下的關係 我先把這個關掉一下 拉寬一點點看看 因為如果你自己加這個 標籤上去沒有圖說文字 那看起來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加上去 它上面會是顯示的是什麼 顯示的就是它的上面的數量 那如果你假設要改動它上面的標籤 叫什麼幾年次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再去變動它上面的選項 那怎麼改動比較麻煩 點它就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標籤格式 那你可以把它從原來的值 改成叫標籤名稱吧 標籤名稱打勾有沒有 本來就值對不對 把它改成叫 類別名稱 然後呢 並且把它的值打勾取消 因為旁邊我不需要它的數量 我就直接顯示它幾年次到幾年次嘛 然後呢 位置如果你覺得放這邊不OK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變動 底下就有個叫標籤的位置 預設是自動調整 可是這個好像有點顏色太深 我現在放外面好了 所以叫終點外側 這樣子OK了 那這樣完成之後把這個面板關掉 就做出我要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這個只是一個初體驗 那當然呢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當然如果看數字跟看圖 誰會喜歡看一堆數字 而且有些數字真的太多了 看了就很痛苦 可是你看圖 一看就知道哪一個 尤其是數量一看 就知道70是最多了 有沒有 那哪一個佔比最多 看圖嘛 一看 所以一個是數量 一個是佔比 對不對 你這樣馬上可以說服人嘛 不然的話你跟我講半天 到底你講的是什麼 哇 實在太抽象了 你可不可以拿出一些 比較客觀的數據 說服我一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把這資料準備好 我相信 應該至少人家會比較 願意聽你講後面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前面都只是講一些 你自己主觀的認知 說真的 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對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去試試看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 你這個插入圖 除了可以從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去找到樞紐分析圖之外 其實如果你假設不用這個 這兩個我把它delete掉 我記得好像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游標只要放在這個表裡面 你利用插入這邊有一個圖表 有沒有 這邊不是也有直條圖嗎 你也可以從這邊點擊 一樣可以出來 有沒有 插入這邊一樣有圖表嘛 有沒有 這個圖表是直條圖嘛 所以我不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從插入 什麼 這邊不是有圖表嗎 那這邊的話不是有個直條圖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第二種方法 叫群組直條圖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插入圓形圖 圓形圖第一個這個 有沒有 點擊它 它也會出來 有沒有 剛剛那個不見了 所以等於是一次好像只能插一個圖 我如果再插另外一個 在優標再點一下 它好像是不是只能 有啦 它可能再插入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圖 你就再選第二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子一樣結果 好像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啦 所以將來樞紐分析表 一定要從那邊 但是樞紐分析圖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兩個其中一個 結果是一樣的 OK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務必要熟悉 那未來我比較強調就是 你如何把一些數據 用比較直觀的這種 視覺化的方式去呈現 那後面的話我們可能會 前面會帶一些比較基本的範例 再來的話就是去找一些 這個網路上的一些大數據資料 然後真的去做統計分析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事情背後的真相 把它呈現出來 而且不會太困難 這個當然我會希望說這個一定要會 最後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這個 我們得到 它等於是幫我們另外 再放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工作表2 所以你把它快點兩下 也許把這個改一個名稱吧 也許這邊叫做樞紐分析好了 比如說這個名稱 工作表2不清楚 點兩下之後把它改一個名稱 也許叫樞紐分析好了 好這樣子 甚至你可以把它移一個位置 比如移到最後面 你不希望放在左邊 你希望放最後面的話 那這樣子就OK了 所以今天的那個練習作業 請各位就是自行把前面這幾個工作表 裡面的一些公司試著練習 然後呢 今天我們又增加兩個工作表 一個是 綜合練習 即瓜糊TES 公司的話就是把REPTLEN改成TES 然後這裡的話有延伸出一個年次 並且把上面兩列刪掉了 這個可能就是自己練習一下 然後呢 最後做出樞紐分析的圖表 至少有直條圖啦 或者你也可以把那個 這個圓形圖也加上去吧 那標籤可能自己再加一下 我剛剛有講按右鍵有沒有 新增資料標籤 然後把這邊點一下 這個比較難一點 按右鍵 這個叫資料標籤格式 把它改成類別名稱 有沒有 然後把它終點外側一下 這樣子就很清楚 有沒有 這個圖表 OK 那甚至你說老師 那我不想用這兩個 我想用立體的可不可以 因為這邊有平面有立體的 還有子母圖等等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反正呢 我們的課程是希望你多玩這些 然後盡量發揮 把那個圖表發揮到極致 讓大家看 哇你這圖表怎麼做的這麼棒 讚嘆 那當然最好 OK 那最後呢 你就不用特別去存檔 這個檔名的話 你就把它直接存 因為將來的話 存到你的Moodle上面 因為每個人都是個別獨立的 檔名的話 你不用特別去修改 然後呢 就把這個檔案呢 上傳到那個Moodle 就完成今天的作業練習 OK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今天是算比較簡單的 然後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就延伸到可能會需要 開始做一點自動化的動作了 自動化裡面的話 就會需要可能要看一些層次了 就VBA的部分了 所以今天的部分 重點基本上就是函數 再到樞紐分析表 再到樞紐分析圖 OK 那其他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除了這個我想統計別的 統計什麼呢 血型哪些最多 比如說會員100個裡面呢 哪一種血型最多 然後占比各是多少 這個很簡單啦 有沒有 如果你會的話啦 插入樞紐分析表 應該兩下就可以了 然後把血型拉過來 再把血型拉到尺 這邊不就有了 然後你看這樣 當然看得出來應該是O型最多 可是看數字真的也是滿累的 所以你的樞紐分析 然後利用占比 占比的話就圓形圖嘛 這邊不就有了 馬上就有了 你看 以前的話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啦 這真的是滿麻煩的 以前 再把標籤加上去 標籤如果要顯示的是 它的那個血型的話 有沒有 然後重點外側好了 這樣不就出現了 馬上有一個呢 這個血型的占比圖了 哇你看統計分析 如果會樞紐分析 真的太簡單了 兩下就可以有結果了 那你說這要做什麼 其實將來你要做正確的決策 都可以利用樞紐分析 來知道到底哪一個是最正確的決定 OK 好啦那今天的話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的話 如果你覺得還是覺得 尤其函數部分不太熟練 恐怕就是多做練習啦 試試看喔 還有很多的沒有甜點名表 還有很多的沒有甜點名表